在武士团开场后由警广汤明珠总台长授旗 警广高雄一车队正式成军 警广平常靠着接听电话会整来自各地热心听众提供的路况讯息 随着智慧型手机的普及 让广播路况有了更详实的画面 成为无远佛界的路况千里眼 汤明珠总台长说 所以特别跟大家报告 一车队是要抓住现场最及时最真实的状况 现场的手机把它拍出来照片以外 还有一个声音档到路况等候 所以大家其实对路况有很深的期许 很希望说我走到那个地方通行无阻 那尽管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让大家顺顺顺 不但是要状况交通状况要能够顺利 在安我们也好平安 由于开车不能使用手机和3C产品 必须由驾驶停靠路边再传送 或由身旁随行的人代为暴路况 除了职业驾驶人加入警广高雄一车队 还有不少夫妻党 希望发挥最大效益 服务广大用路人 警广介绍新秀高雄报道